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跟昨天的天气非常的类似 封面影响水气非常的高 所以尤其是中部以南地区 其实今天降雨的几率还是非常的 今天还是有可能会降雨 但是主要的降雨形态还是在午后 午后可能因为热对流的关系 搭配着丰沛的水气 就有可能在午后尤其是山区会有一些降雨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尤其要到山区活动的朋友们 主要集中在中部以北 那中部以南反而是相对稳定的 好 这个是在降雨的情况 那至于在温度的部分 各地温度都非常的高 所以请大家要防晒防中暑都补充水分 好 端午节进了 很快的东一也要收起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主要的形态是午后的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是高达8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3度 午后降雨几率非常的高 而这个白天呢 在雨没有下下来的情况之下是非常闷热的 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温度上面的影响 中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是4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4度 那至于在南部地区呢 则是相对稳定啊 因时多云降雨几率呢是20% 白天的温度呢是26到33度 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是90% 白天的温度呢是25到33度 澎湖地区因短暂震雨或雷雨 降雨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29度 今天呢有封面影响午后会降雨 然后呢同时因为催南风温度相对的偏高 这些呢都是要注意的 目前各有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高雄和台东 现在都已经27度了 台南28度 澎湖也是28度 宜兰花莲26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330点 收盘指数是38111点 跌幅百分之0.86 纳斯达克下跌了183点 收盘指数是16737点 跌幅达到百分之1.08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31点 收盘指数是5235.48点 跌幅百分之0.6 费城半导体下跌了46点 收盘指数是5173.26点 跌幅达到了百分之0.88 好这里面呢有几个注意的事项 首先呢是跟AI最为相关的 包括了NVIDIA还有微软 基金凌晨都是重挫的 辉达呢跌了百分之3.77 从历史的高点往下跌 微软呢也跌了百分之3.38 那么两个最主要跟AI有关的公司呢 跌幅都超过了百分之3 阿发贝呢也跌了百分之2.15 亚马逊Meta跌幅都超过了百分之1 反而是苹果上涨了百分之0.53 特斯拉上涨了百分之1.48 今年以来呢在七大科技巨头当中呢 就是苹果跟特斯拉的表现最为疲弱 但是今天凌晨呢反而是最弱的两家公司转强 而最强的微软跟NVIDIA呢是大跌的 台积电的ADIR呢也受到了这个挥达下跌的影响 下跌了百分之0.89 好这个是要注意的一个现象啊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的部分 油价呢因为美国的汽油期货 还在一直的大跌 那因为即将要进入了夏季的用油旺季 可是呢美国的汽油期货不断的下跌 反映的是他们似乎真的对于夏季的 用油高峰这件事情呢 有一些保留觉得需求可能不见得会出来 因此呢油价还在反映着 担心未来的美国的消费者的需求 增加的幅度可能不如预期 甚至于可能会下跌 所以呢纽约油价格继续下跌了1.32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7.91美元 跌幅百分之1.67 拜布兰特原油下跌了1.5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1.88美元 跌幅百分之1.86 而在这个六月交割的汽油期货呢 则是继续下跌百分之2.4 创下了今年2月29号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 好接着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黄豆期货的部分 加个黄豆期货呢是下跌了百分之0.35 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黄金近乎平盘啊 是小涨了1.70美元 每二次报价是2342.90美元 涨幅百分之0.07 而白银铜跟靶金的期货呢 都是下跌的 白银的期货跌了百分之2.59 铜的期货下跌了百分之2.77 靶金的期货下跌了百分之1.81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元指数 其实昨天贵金属当然除了黄金小涨之外呢 那么白银铜还有靶金呢都是下跌 可是呢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其实是下跌的 美元指数是下跌了0.33个百分点 来到104.75 那美元对欧元对英镑对日元都贬值 这一点其实要注意 因为昨天的美国公布了 今年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 那么原本预估的这一个 公布的预估值呢下修 而且下修的主要原因 就是来自于消费者的 这个消费成长不如预期 好那消费者变得更加的谨慎保守 这一点当然其实对于联准会呢 未来降息是有帮助的 联准会的官员也释放出了 鸽派的讯息 但是你看到昨天呢 这个美元指数确实是下跌 美国的十年期公债值利率也确实下跌 来到了4.55% 但是你看到美国股市 油价然后贵金属 通通都是下跌的 那这个趋势还是值得注意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都上涨的 英国金融税8%股价指数 上涨了47点 涨幅0.59%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上涨了23点 涨幅 上涨了43点 涨幅0.55%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上涨了23点 涨幅0.13%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就是美国呢 昨天所公布的 今年第一季的经营成长率 那么修正为 计增年率1.3% 那么这笔呢之前呢 他们所公布的预估值 初估值呢1.6% 明显下修 它也明显的不如 去年第四季的时候呢 它的计增年率高达3.4% 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之所以要下修 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个人消费支出 个人消费支出呢 它的年增率呢 从2.5% 一口气下修为2% 所以呢 美国的消费者 比预期的 要来的保守 没有像我们所预估的 好像买买买 买不停 那至于在其他的 比如说出口 减进口的 进出口的部分呢 那么是这个波动幅度不大 另外呢 投资的部分呢 也这个没有太大的调整 它的计增年率呢 是3.2% 明显高于去年第四季的表现 政府支出呢 调整幅度也不大 所以呢 除了消费支出 大幅度的削减之外呢 看不出来有其他的波动 这个是今年经济成长率呢 第一季下修的主要原因 其实这一个消息 理论上来讲 对于联准会降息 是有帮助的 因为呢 在这份资料当中 虽然我们看到 通膨仍旧年拙 就是消费支出呢 它的这个下修 但是呢 通膨呢 那么它的这个价格指数的 年增率3% 也小幅度的下修 那但是比这个原本预估的 3.1% 波动幅度其实不大 那理论上来讲 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数据 其实是有助于联准会 年底降息 因为经济情势 可能有隐忧了嘛 那降息来救经济 这是很合理的一个思考 而且呢 美国联准会当中的 第三把交易 纽约联准银行总裁 那么威廉斯 他就昨天呢 公开的表示 他认为现在的利率有限制性 而且他认为今年下半年 通膨会继续的往下降温 所以呢 他认为今年下半年 降息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他释出了各派的信息 可是我们看到股市仍旧下跌 好那另外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美国呢 在这个公布了M2 广义货币供给额 4月份呢 他的广义货币供给额M2呢 年增率百分之零点六 这是2022年11月以来 首次看到他的广义货币供给额 是增加的 因为自从呢 联准会开始缩减QE 缩减他的这一个 这个购债规模 从原本的每一个月 那么购债950亿美元 然后呢开始就是缩减 那不断的缩减他的购债规模 甚至于收到最后QT 然后把之前呢 那么大量的这个公债 开始呢到期 然后就不再这个购买 那每一个月呢 收回来的资金呢 那么950亿美元 然后逐步的缩减为600亿美元 那么所以理论上来讲 从2022年11月之后呢 货币供给额应该都是减少的 所以年增率都是往下滑 可是4月份呢 意外的出现了年增率的上升 一年多来 那么首度的上升 这让市场担心 如果货币供给额还在增加的话 这会让美国要控制通膨 变得更加的困难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全球6月份 这个明天开始就进入6月份 包括了美国英国跟欧洲 预计各个国家所要发行的政府公债呢 将会创下今年的新高 估计呢 6月份要发行的这一些政府公债 规模达到3400亿美元 那么能不能够有足够的买气 6月份将会是非常重要的考验期 因为其实今年第一季看到呢 这个民间就是购买这个政府公债的买气 还是非常的旺盛 因为大家看好说呢 这个未来联准会要降息 欧洲央行英国央行都要降息 在预判未来会降息的情况之下呢 公债的买气不弱 但是呢 在大家密集6月要发行公债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能够持续的买气 就值得观察了 再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惠普 惠普呢 昨天呢公布了他第一季财报 这个他的营收 个人PC的部分 个人电脑的部分呢 出现了成长 那这一点呢 使得惠普的财报呢 他的股价大涨了16% 那么但是当然整体来讲是跌的 可是呢惠普的股价呢 是大涨了16% 他也看好AIPC 在明年呢会大爆发 人工智慧的个人电脑 好这是他非常看好的一个项目 好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Dale Dale呢在美股盘后呢 公布了他的财报 那么他的财务预测 还有包括了他的财报 表现其实都优于预期 但是盘后的股价 人就中错了超过18% 好这个市场的信心 看起来有一些些变化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原定呢 要在6月5号 那么对于要不要对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苛增高关税这件事情呢 那宣布他们的最新结果 那因为他们担心影响欧洲议会 6月6号到6月9号的选举的情况 所以决定呢 延后到6月10号才要宣布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所谓的苹果税啊 也就是呢 在苹果的这一个这个商店上面 你购买他的APP 那都必须要 这个开发商就必须要缴交 可能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不等的佣金给苹果公司 称之为叫做苹果税 好那中国大陆呢 第一起控告苹果这个违法 这个垄断的苹果税呢 那么昨天呢审判出炉 其结果呢是这个垄断案呢 不成立就说并不没没有违反消费者的 这一些权益啊 所以呢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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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要求说苹果必须要赔偿 但是呢在这一个上海智慧财产权法院 当中的判决显示 法院人就认定苹果在中国大陆区的 这一个软体市场有支配地位 好那现在呢这个苹果税 就是各地的这个抽的佣金啊 在欧盟是最低的 大企业呢是17% 小企业只有抽10% 美国的部分呢 则是大企业15% 小企业12% 韩国的部分呢 其实也因为有这个诉讼呢 曾经降到了26% 而在中国大陆呢 苹果税呢大企业30% 小企业15% 这后续发展还是值得观察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陆港股的部分 上阵综合指数 昨天下跌了19点 跌幅0.62% 深圳城市下跌了30点 跌幅0.32% 而香港恒生指数则下跌了242点 跌幅1.31% 好那回到台湾的部分 昨天亚洲股市呢 都是开低走低 台北股市呢更是股汇双跌 股市的部分呢大跌了298点 收盘指数21364点 跌幅1.38%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跟投信 连续三个交易日都站在卖方 昨天外资卖超435亿 投信卖超18.8亿 自营商也卖超71.7亿元 那OTC也是开低走低 至于在外汇市场的部分呢 新台币昨天继续的贬值1.43% 都带了1个交易日都站的 都保存了1个交易日都站在卖方 最好适合3个交易日都站在卖方 平均4.8亿元 全体缩自我 平均4.172点